嗨 孙大哥 走过了 姐 走了 刘燕芳 完了这个是郑小斌 你好 大姐一早晨从那个 从巴里铺购了 我们家巴里铺 对啊 不让我们坐谁啊 坐吧 行 太小了 太小了 多大 这样60 60 60 见到孙大姐 郑大哥略嫌紧张 落座后啊 红娘让两个人 先有个初步的了解 彼此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郑小斌 哪个爽 想要几个人 救自己 为啥 那为啥 自己应该为啥 我也不想自己 那你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 就属于离婚的 哪个儿女呢 没有啥没有 我再说话就不好听了 觉悟 不能问你说 没有啥也没有 那你自己讨论你自己 这属于共产党的 工作吧 迪宝 迪宝 你看大姐的问 万一了解 想了解一些你的基本信息 我信息我就说 是 你让我问大姐的呢 你大姐自己说吧 我就自己一个女儿 女儿在北京定居了 挺好 就自己在这边 不 我也不会问呢 这玩意儿扎实 不会问呢 随便说说就变得挺好呢 这个 也有退休饿也 少一千多块钱 有点儿就行了玩意儿 你要弄多个 你退休金多少啊 我这个 找书呢 就是 这事是不用管的 就是没有呗 没有 正式工作 就是 所谓就是没正式工作 就是所谓就是没正式工作 那个阿咖咱咱咱 这个阿咖咱咱咱 还做买吧 时间长一点 那也得有社保啊 我地保就够了 地保你多少啊 地保 想要留一千块钱吧 就定 就那样 够 那你能够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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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还有啊 我当时还有啊 我当时有啊 我这么多年能不能再继续吗 就咱就说实话呀 我一个人我没啥挂笑 长也不行 说话也不行 没有社保也不行 就是 演员是行啊 我 所以说 我不说差不多就行 那行 感觉大姐外在还好 都行 大哥对大姐很满意 但是大姐态度决绝 可郑大哥 梅子女手脚利落这一点 不正是刘大姐想要的吗 就一个人 没有 没有那些负担 没有那些琐事 还行 还得看人呢 大姐 可 她勤劳了 可能干了 现在呢 自己是主要做大白 也包和活啥 刮大白呀 对 那活挺 挺那一点 挺有他人的 大姐要是 要他找一个合适的人的话 她也就 也不想干 能玩 她也想够上岩的 我看是不干好的 能力能及我呀 这万一 话这么说 我不大 不怎么好回答 不这样 她们上谁养不起 谁养谁 家里还不搞 也不干啥的 干的啥 不干的干的别的我也行 干的一组能及的呗 我这人不 啥也好没有 还不会玩 反正是我穿衣衣衣的事 我穿衣衣的事 我穿衣衣的事 我不爱穿 大姐爱穿 她爱穿她的事 大哥 你给你低话 你都不会接 你再说爱穿在一起 我给你买 嗯 带扬 我去天岸 去天岸 就像我 来 偶 咱